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張要來介紹這個統計 統計是做什麼用的 那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今天教育局到你們學校 想要知道說你們學校的學生數學都學得怎麼樣啊 那所以他就跟那個校長或教務主任說 來讓我了解一下你們學校數學成績 那所以你們那個教務主任就拿出一疊這個 上面寫了所有人這一次段考速從事成績的資料 就請看 我就把它整個拉開來 一千多個數字在上面 這個七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五 六十五 十八 十七 十二 二十十二 這樣一堆在這上面 然後教育局就到看 嗯 好像還不錯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對不對 我今天讓你看這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班段考全班的數學成績如下 那總共30個人的成績如下 請問你就是問剛才這個問題 你覺得我班考的好不好 我來給你這個10分鐘看一下 你覺得我班考的好不好 那沒有辦法看嘛 30個數字都沒有辦法看 那你給我1000個人的數字 就是我看了又能怎麼樣 就這樣嘛對不對 那這樣就沒意義啦 所以統計是做什麼用的 統計是為了讓別人能夠判讀資料的特色 那這個到大學的時候 如果你有學到統計這門課 他會有一些比較自私化的定義 他會跟你說前面這種資料 叫做一手資料 就是那個 就是像那種二手車的那樣子的概念 這是第一手的 就是你一開始你會拿到的 就是全班所有人的成績 全班所有人的成績 但是是不能利用的 對不對 不好理解的 那所以說要從一手資料 變成二手資料 去整理他 整理到讓別人能夠判讀出 那這樣子這個 這樣子的成績到底是 高還是低 到底是很集中還是很分散 到底是怎麼樣 對不對 要能夠看出他的特色 所以就會進行統計 那統計的這個項目有很多 你可能會我們很常知道就是平均 你可能去算平均 你有可能會分組去算出分組的數目 那所以我們在今天 第一個教的就是如何把它分組 那你現在看到30個資料 如下 那試著把它按照這個30以下 31到40 41到50 一直到91到100 分成這幾組 來給大家一點點時間 謝謝吧 好 你假如要自己做的話 你可以按個暫停 那你假如 這個沒有按暫停的話 我們就帶大家一起來做 比如說這個19嘛 19就是 就是在30以下的 那我們會做記號啊 你要畫那個正式記號也可以 或者是 你會看到 有的講義或課本上 會介紹就是畫這樣 1 2 3 4 然後第5下的時候 畫一痕 這樣子 就是因為寫 等於說這個比較通用 寫正式 這個中國人才在用的 中文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個在 等於說是全世界比較常見的 技術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來計算一下 如果是90的話 在這裡有一個 然後 58 然後 62 如果這個時候 有一個學生在旁邊 給我聽就好了 73 73 21 18 4 6 32 算了 OK 正確 正確 正確正確 站在這裡 好 那 所以我把它整理成這樣子的 錶了 那整理成錶之後呢 欸 這個也許你會覺得 這樣子 我們剛剛講 統計是為了 讓人能夠判讀資料的特色 那所以說 這個 你們學校 欸 這個班上成績怎麼樣 我們班上成績這樣 喔 喔 喔 這個比較多嗎 喔 這個最少嗎 就 欸 比較不好判斷一點 因為畢竟都是字 對不對 那如果能夠畫成圖呢 啊 一目了然 啊 這最多 對不對 所以 統計呢 這個 除了我們會 後面學到高中 到大學 都可能會學到 有一部分是在算 算東西嘛 就是把它整理 包括像技術 包括算平均什麼的 算我們後面會 那個高中會學到併儀術 有一部分是在算 那有一部分呢 他其實是在這個 強化 讓別人更容易理解 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講到做圖 包括字表 包括做圖 都是為了讓別人更容易 判讀資料的特色 也就是說 我光給你看一個表 可能還不夠 你沒有辦法一目了然 那 所以我就做一個表給你 那 這個有的有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那個 職場下屬 在服務 長官 所以要弄一個很漂亮的表 那其實這樣說也沒有錯啦 就是說 我們之所以會有統計 就是為了要 某個人要看 不一定是長官 某個人或某一些的 比如說後面要繼續計算的人 他為了要 為了讓後面的某個人能夠看 所以我們才會有統計 那所以說 統計裡面的一部分就在於 就是把它變得很好判讀 那也就是包括圖形化 那如果做成長條圖很簡單 就是剛剛數到1的話1格 2的話2格 3的話3格 這樣子 那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就有8 這個就1 這個就4 那除了長條圖之外呢 介紹另外一種圖 叫做直方圖 那直方圖呢 你就會看到 我等於是把剛才的長條圖呢 這個 30以下 31到40 41到50 把它寫成是 等於說是這個分隔點 30以下 所以說我剛才這個長條圖 每一欄標的就是 41到50 51到60 那我現在直方圖底下標的就是 30 40 50 60 70 80 然後在40跟50之間的 就是41到50 這個就是51到60 這個就是61到70 這個就是71到80 好 所以等於說 比如說 標的這個 數字不一樣 那標的數字不一樣 那因為標的數字不一樣 你就會發現 欸 脂肪圖是連著的 黏在一起的有沒有 它好像那個變胖了的長條圖 把它變胖到黏在一起 那變胖到黏在一起的時候呢 你的邊界就剛好是你們兩個之間 所以比如說71跟81的話就是 中間就80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80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就是長條圖跟直方圖的差別 那 欸 不免就有人會想說 那幹嘛要有兩種 這個 瘦瘦看起來很醜 胖胖看起來比較可愛 那為什麼長條圖沒有被消滅 在這個 烏盡天責之下 其實這兩種圖呢 有些微的差距 這個有很多學生都沒有了解到這一點 其實長條圖跟直方圖是 適用於不同的情況 那怎麼樣的不同的情況呢 我們剛才看我們的這個立體 就是說 得到的分數 你會發現好像都可以用啊 而且長起來就差不多嘛 就是我剛剛講 直方圖就長條圖變胖 然後黏在一起 然後 因為黏在一起嘛 所以這個 點的位置就是寫那個分隔點的位置 這個五十到六十就八人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呢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例子 我今天如果統計 我們班 這個 早餐吃什麼 早餐吃什麼呢 早餐吃這個 麥片的有兩個 吃稀飯的有一個 吃土司的有四個 吃漢堡的八個 蛋餅的四個 炒麵的六個 早餐不吃的三個 不健康 早餐吃了一頭牛的 有兩個 那 在我們班三十個學生之中 這是他們早餐的分布 那你就會發現 剛才這個 以成績來說 長條圖跟脂肪圖相比 好像脂肪圖 第一個就是 比較飽滿 第二個就是他 寫的 底下寫的字比較少啊 黏在一起就好啦 幹嘛要分開寫 對不對 幹嘛寫一個八十一到九十 九十一到一百 就寫節點就好啦 可是你看 如果今天我統計出來的東西 是這樣子的 這是我們的早餐嗎 那我能夠畫脂肪圖嗎 如果我按照這樣子 去畫成脂肪圖 那會變成什麼意思 早餐吃 稀飯到吐司的有 四個 因為脂肪圖它黏在一起 它中間這裡就是放 那個分隔點 所以你如果把 字寫到 這個 脂肪圖的底下 嚴格說起來 它就是變胖的殘養圖 它就不叫脂肪圖 我這麼說啦 等一下會講他們兩個 到底差在哪裡 如果我今天把它畫成 脂肪圖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早餐吃 稀飯到吐司的四個 那是什麼東西 什麼叫做 稀飯到吐司 早餐吃蛋餅到漢堡 漢堡到蛋餅的有 四個 那 所以它是這個 把漢堡料拿去煎 包在蛋裡面 那 早餐不吃到一頭牛的 總共有兩個 那這又是什麼意思 那你就會發現 欸 這樣子的 統計的資料 沒有辦法 做成脂肪圖 那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脂肪圖呢 來看這裡 這兩句話把它抄到筆記本上 長條圖是 直性項目的技術 脂肪圖是 數量分級 的技次 那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 統計的東西是 比如說 你最喜歡的歌手 蔡依林、周杰倫、羅志祥 沒有蔡依林到周杰倫 對不對 所以它 每個東西都是一項一項的 一項一項的 我 你 媽媽 爸爸 那沒有我到你 你到媽媽 沒有 所以 這樣子直性的項目 名詞 這些都名詞 這樣直性的項目 它不是連續的 區段的 這樣子就用長條圖來表示 然後你底下就放那個項目的 名字 這樣子 然後你就分開來 一根一根 分開來很明確 就不會誤會 那如果是直方圖呢 它放的就是連續性的 像剛才這種 30到40 40到50 50到60 60到70 你中間就放節點 那這樣子是適合用來做脂肪圖的 那我們是講適合啦 事實上你可以 就是 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也可以把 其實成績這種東西 就比較適合畫脂肪圖 可是你也可以把它畫成長條圖 沒有說 沒有說完全不行 但是就是比較不好 你這樣比較你就會發現 成績這種東西比較適合畫這個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 你說我可不可以把這個畫成這樣子 就是我這一欄 我就不要寫在這中間 我就故意把脈片也寫到這個底下 這個想要這個底下 那 你當然可以這樣寫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般這樣子的東西 我就稱呼它為長條圖了 它只是變胖連在一起的長條圖 它就不叫脂肪圖了 因為脂肪圖就是為了 連續的 身高 一百三到一百四 一百四到一百五 一百五到一百六之間 這樣子的東西 氣溫 今年每一天正中午十二點的氣溫 二十二度 到二十三度 二十四度 這樣子 它是這種連續的 因為你二十二二三中間有 二十二點一二十二 二十二點三 對不對 所以它是這種連續性的東西 就適合做脂肪圖 如果是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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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每一天正中午的天氣 這個有出大太陽陰天下雨 就這樣子一項一項 沒有大太陽到陰天 就是有太陽就有太陽 沒有太陽就沒有太陽 這樣一項一項的 就適合做這個長條圖 那這是介紹這兩種做圖方式 那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範例啦 大家可以試著做做看 每個月的月考次數 那國文考六次 英文考 每個月小考的次數 每個月考試的次數 小考的次數 國文會考九次 英文考十三次 每個月數學會有十次小考 理畫九次 地理五次 歷史五次 公平一次 音樂一次 體育沒有 請製作長條圖 那這個 如果你剛沒有按暫停的話 這個 我建議你們自己做做看 那我們 就跟我們之前交集合的時候一樣 我們這邊做圖 不講究嚴謹 所以 意識到就好 大致上是這樣子 這個 數學理畫 就長條 那 我一定要把它圖滿嗎 不要啦 就是 理解就好 這裡就一根 畫一個梯子 做表示 那 所以這個 這樣就是長條圖 那 如果轉成做直方圖呢 那 我們在這裡介紹一個 跟剛才不一樣 不是說只是把它加胖而已 我的意思就是說 長條圖 sorry 長條圖的資料 跟直方圖的資料呢 他們其實可以是同一組資料 但是做出來的意義不太一樣 比如說 我今天要顯示 各科考試的次數 那做出來是長條圖 那我如果去變成說 再顯示說 喔 我們班有多愛考試你知道嗎 這個 我們班總共九顆嘛 考試考0到5顆 有幾顆 考試 一個月考0到5次的有幾顆 一個月考了6到10次的有幾顆 一個月考11次的有幾顆 那我這樣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脂肪圖出來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個是 0 這個是5 這個是10 這個是 其實就是15 11以上 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啊 這個考0到5次的有123 所以考0到5次的有 欸 0到5次 12345 考0到5次的有5顆 然後如果是考6到10次的 一個月考了6到10次的有兩 三顆 三顆 這個 這個 理化國文跟數學 然後如果是考10次以上 11次以上的是英文一顆 那這就是做成脂肪圖 這個 這邊是科目數 這邊是考試的次數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剛講到長條圖是什麼 是直性 直性項目的技術 那這邊是這個 連續的 數量級的 分級的 計次 這個 考試的數量到0到5這一級的有幾個 這個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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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們剛才講這個 這邊 成績也是一樣 成績 這樣比較沒有意義啦 比如說蛋餅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要凸顯說 我們班的人很集中在吃 某幾款蛋餅 好 那其他的都普普通通 也許我就可以去統計說 我們班上 不是蛋餅 就早餐 早餐 我們班的人特別喜歡吃某幾種早餐 其他的都普通 那我可以去統計出這個 我們班的早餐的種類 有一個人吃的 這種早餐有一個人吃的 比如說可能有十幾種 二十幾種 十幾種早餐有一個人吃的 假如說十幾種早餐有一個人吃的 假如說十幾種早餐有一個人吃的 那個 有 三個人 一到三 一到三個人吃的有十幾種 然後 三到六的 沒有 六到九的 沒有 九到十二的 一種 那你就知道說 喔 我們班的人大部分都 就是各吃各的 都不一樣 可是特別有一種早餐 好多人在吃 對不對 好 那隨著你想要表達出來的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內容 好 同一組資料 你可以選擇用長條圖 或者用直方圖去呈現 好 那直方圖是用來呈現 我再講一次 他是呈現 數量化的 資料的分級 好 的計次 分級的計次 然後 長條圖是 直性項目的計數 好 OK 那其實呢 我們在做直方圖的時候 你看如果我剛才 做這個直方圖出來 欸 所以其實我們班考試的 還考的蠻少的嘛 對不對 0到5的這麼多 這個 5到10的很多 欸 考超過十次的也才一個 那我如果換一個方式問 我一樣要做直方圖 但是這一次呢 這一次呢 我的直方圖呢 底下是用0到4 5到8 9到12 和13以上 就13到15 這樣子 好 按個暫停 這個 可以看一下這邊 然後自己做做看 就在這裡 考試的次數 那這個 如果你沒有按暫停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往下交囉 好 那所以說 我們來做做看 如果是0到4次的話 就只有123 這三個 你就會發現 0到4次 有3個 然後5到8次呢 有兩個是5到8次的 然後9到12次的呢 有兩個是9到12次的 好 有三個是9到12次的 然後13以上的還有一個呢 所以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班考的蠻多的齁 你看好多考在8到12次齁 那這個就是統計的奧妙跟邪惡所在齁 你看 你看 我換一個方式去分他的幾句 就會把 9的這個資料 原本是算在5到10 如果你把9 視為是5到10 感覺不多 後來我的9在8到12 喔 好多喔 對不對 原本 5剛好落在0到5 5的這個剛好落在0到5 感覺就不多 那後來5呢 就跑去4到8了 喔 感覺好多喔 對不對 就應該說5到8 5到8 這是5到8 因為4是算這裡 對不對 這樣感覺就很多 所以呢就是說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那個 讓人在其中 上下的其手的空間啦 所以我們在判讀二手資料的時候 就是為什麼他叫二手資料 因為 已經不第一手的了 你們 你這種被整理過的 表也罷 圖也罷 已經被人處理過了 所以你吃不到食材的原味 這個你拿到的是二手的 是被處理過的 所以不是最原始的 那在判讀的時候就要留意啦 因為他有失真的可能 統計往往就帶來失真的可能 那這個不是 難免的 難免就是會失真 因為 你就是要遮掉一些 就跟我們圖片壓縮一樣 你圖片壓縮的時候 你就是要減少他的空間 所以你就是會把一些 該顯示出來的東西 簡單的取代掉 那麼在這一集最後 我要介紹畫圓餅圖 那畫圓餅圖的其實很簡單啦 這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佔百分之四十 比如說吃蛋餅的人 早餐吃蛋餅的人 我們搬百分之四十 那你就在這個圓裡面 畫一塊百分之四十 給他 從圓心 圓心腳一圈是三百六 三百六十乘以四十 越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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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會留下一百二十二 三百六十乘上百分之四十 所以是 對啊 對一百一百四十四 跟正一百四十四 所以 大概是 大概是 這樣吧 大概是這樣 這一塊 這樣可以嗎 那就 就這樣 膠碗 膠碗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一塊 比如說六十度 那他佔全部多少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了 六十度 除以三百六十度 六分之一 那只是說 你最後要回答 我可能會要你回答百分比 那 所以 這個部分 最後教這件事情 怎麼化為百分比 那化為百分比很簡單 就 一除以六 一除以六的話 那是 你真的去除 一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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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人想說 那這個要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最後你回答的是百分之多少 對不對 那 0.16 先假設沒有後面 0.16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六啊 這個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那就是 所以是 16.666 百分之 這樣子 對不對 那就是 16點 假如說小時候取兩位 6 7% 第三位是 什麼 這就是 六分之一 16.67% 那 所以 比如說 假如說 是這個 嗯 你除出來 比如說 八分之三 這樣 是百分之多少 那你可以去除 又或者 像我們之前講 看到八 就想到一二五 看到四 就想到二十五 八分之三三要同乘一二五 這是千分之三七五 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做那個數字表 千分之三七五的話 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那他 所以他就是 三十七點五 這個 趴就是百分之 嘛 那你會在 課本上看到一個 很特別的寫法 課本會跟你講 算這個百分比的時候 是 他跟你說 用 假如說我今天 比如說剛才的那個 八分之三 他會跟你說這個 三除以八 乘上 這樣子 他想說 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乘上一百趴 那一百趴就一啊 那乘上一幹嘛 那其實就是說 因為 我們剛才的這個計算過程 有一部分我們用嘴巴解決 什麼是嘴巴 用嘴巴解決 所以我跟你講 八分之三我們不是算出來 是千分之 千分之三七五嘛 然後我說這個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對不對 然後我最後講了一句 那個趴就是百分之啊 所以這個就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就是三十七點五趴 這個轉換我們用講的講調 也很好理解 但是這個課本 他沒有辦法寫 這種白話的字 當你算出來是 十六點 那當你算出來是 零點一六六六 他就相當於是百分之 十六點六六六 也就是 十六點 六六六趴 大約等於十六點六七趴 我剛才嘴巴裡所說的 當你算出就相當於 也就是 這個分母寫一百 就百分之一 就是趴趴就是百分之一 這些東西他沒有辦法寫在他的課本上 所以他就會透過這個式子 怎麼樣呢 就是說你這裡算出來是零點三七五嘛 請把它乘一百 把它乘一百變成三十七點五之後 接趴 那就是課本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很混亂 就是說到底乘這個百分之一百是做什麼 那就是說他沒有辦法用嘴巴講 說當你算出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就是三十七點五趴 所以他只好透過一個算式來去描述 就有點讓 看不懂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算出了0.375 就去乘一百 然後後面接趴 那其實你不一定總是要這樣子 你就把它畫成百分之多少 你有辦法把它畫成這樣子 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就三十七點五趴 你不用還要去乘一百再接趴 何苦呢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在這堂課呢 我們介紹的 長條圖 直方圖 的做圖 然後圓餅圖 這是作業 偶像團體 study hard 有四名成員 懸良 刺骨 鑿壁和偷光 那因為內兜負荷很嚴重 所以有進行統計 這個 你們會在這一張的 立體裡面一直看到這個偶像團體 有熊經濟公司的 那這個 我們就要跟上這裡